自港区管理副特法收紧了后 未定期的港区要在111年的319盒进行 提出纳管的申请 他申请纳管的业价 也要在今年319盒进行提出改成的价位 但是已经有2341间的村庄提出改成的价位 不仅等于就受申请当中 台南市统计到今年的10月底子 目前申请纳管加速有2769家 已经核准纳管的21001家 驳回跟测建的有586家 完成审查率目前是达到97.04个百分比 另外提出改善计划的加速有2341家 目前已经核准改善计划有240家 驳回及测建的有158家 目前的一个完成审查率是17个百分比 在特定工厂登记的部分 目前提出的有872家 那已经核准的是853家 那核准率是97.82个百分比 那另外在最后的一个阶段 如果取得特定工厂登记之后 用地变更 如果业者需要来申请用地变更 未来能够就地合法的话 那目前我们有委托辅导团在做后续的辅导 计划就表示为了达到达到港区 有成立在189年3月19日前 提到特定工厂的登记 其政府在达到市中 先请的作业 广路化简单化之外 今年要够邀请到张亚伙团队 但接护得团 和乘上交流意见 希望能够出进港区六十合法 感谢新闻能够的新鸭 彩虹报道